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一週所要講的主題是遊戲程式設計 這個遊戲程式設計就像一般的遊戲設計一樣 它建構在一個遊戲引擎之上 這個遊戲引擎叫做Unity 因為顧名思義 它可以應用在各種的作業系統 包括筆電還有手機等等 都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遊戲引擎來開發 我們選擇這樣的一個遊戲引擎來做介紹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這樣子的工具使用的時候 第一個它採用C-Sharp作為遊戲裡面活動等等 是使用C-Sharp作為腳本語言 來提供這些遊戲裡面的內容的變化 再來就是遊戲的引擎的應用 跟我們上一週所介紹的圖形使用介面的 程式撰寫的方式有些相似的地方 既然我們上一週所介紹的表單的視窗設計 對於蘋果的電腦不太能支持 但是Unity它可以支援Windows 也可以支持蘋果的系統 因此我們就以往期末考的考卷裡面 會有一題是跟視窗程式設計有關的題目 這一學期因為用Mac的電腦還滿多的 所以我就把類似這樣的題目 改成是用Unity裡面的內容來考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 這個重點的大概說明 另外因為完整的介紹 Unity的一個例子 其實是相當花時間的事情 所以我不敢保證今天的課程 可以從第一張投影片講到最後一張 因此我們有些部分可能會跳得比較快一點 甚至有可能在後面的部分 有些部分就只能很快的把重點講過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的投影片的講義 算是應該弄得滿清楚的 那麼搭配Unity本身的 這個教學影片的網站 相信你一定可以學起來 怎麼樣來應用Unity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課程 我們介紹的內容 首先是說明Unity相關的介紹 還有我們所要拿來 作為介紹這個遊戲引擎之用的一個範例 叫做Rowerball的這個Game 這個Rowerball的Game是長什麼樣子呢 我給各位先看一下 這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的這個課程 所要達成的一個範例是這個樣子 先玩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是Unity完成的遊戲 OK 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過程 就是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遊戲做出來 我先給個玩一下看看 它是以鍵盤上面的ASDW四個鍵 來分別控制中間這個母球 白色的球它的移動 來看一下齁 我先 好 所以它碰到了這個 它會把它 這個更妙的是它會彈起來 糟糕 這樣跑出去就麻煩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玩這個有點awkward 因為 對 所以要把它 你看看多少時間 裡面可以把它全部吃光 齁 喔 糟糕 所以我的手眼協調顯得不太好 喔 喔 喔 剩兩個 喔 最後一個 啊 輸掉 真的不信 好 所以呢 這個遊戲 大概就是會 達成這樣子的一個 做出這樣的一個遊戲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怎麼樣去 這個應用 這個Unity 來寫一個遊戲類似剛才那樣的一個東西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就從遊戲引擎使用的時候 整個遊戲設計的介面開始介紹 好 然後呢 會提到要搭配我們的Visual Studio 來作為Unity的這個引擎裡面 各種遊戲活動的這個腳本 好 再來呢 就是要說明怎麼樣可以開始設定這個遊戲 然後呢 在這個遊戲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產生一個遊戲的物件 類似剛才那個球 那這個球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去讓它可以運動 那利用這個Visual Studio裡面的C Sharp 來這個讓這個球可以移動 再來就是希望說我們的這個主要的攝影機呢 會隨著母球的這個移動而移動 那這樣的畫面會比較清楚 再來就是設定 除了母球以外 我們再把它的四周加框 加框以後呢 建立那些剛才那種黃色的這些 可以自己在那邊spin的這些方塊 那這個叫做collectable object 就是你可以收集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要怎麼去收集呢 那這個就是告訴你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最後就是遊戲結果所得到的分數 還有你獅子贏呢都可以救出來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把所有在遊戲引擎裡面 所做的這些東西呢 整合起來 整合起來變成一個完整的這個game 那因此我們就可以這個把它建置 成為一個完整的game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只要 像剛才那個樣子去打開它一個 建構好的這個程式 就可以開始玩遊戲 好 那這是這個遊戲引擎Unity 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這個內容 好 我們首先來看Unity跟Roll or Ball or Game 我們介紹這個Unity其實 除了說這個作為遊戲之外 它是一個可以說是一般性的 三度空間模擬的工具 那麼因此類似這樣3D模擬的工具 其實這個不一定只是用在這個遊戲之上 那例如說這個我們現在這個電機資訊裡面 滿夯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這個設計這個機器人 那所以在機器人的這個開發過程裡面 那麼其實它的主要開發系統叫做ROS 它其實裡面也提供了一個三度空間場景的這個模擬 那因此所以類似這個機器人的3D場景的模擬 或者說比方說房屋仲介 它要介紹它的房子 那它也可以 或者說是建築師要設計 它所要設計的這個建築 那等等之類的東西都可以依賴 類似這樣子的3D場景的這個引擎來達成 那因此這個我們先看到的就是這個Unity它的官網 那底下有這個網址 各位可以連過去看 那再來我們要使用這個Unity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下載 那這個下載的話呢 我們目前當然是屬於personal use 所以是免付費 那將來如果你要開創一個你自己的失業 有個公司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付一定的費用 那這個我們不換 那當你把這個Unity下載並且安裝以後 那這裡就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Visual Studio 2017 要跟Unity兩個結合起來 我們原先的Visual Studio 2017裡面 剛開始點選的時候 並沒有把Unity裝在裡面 那所以呢 你要到這個Visual Studio 2017 在那個上面菜單那個地方 你選擇一個叫做工具 再選擇一個選項 叫做取得工具與功能 那麼就會跑出當初 in-store Visual Studio的時候 所看到的視窗出來 那在這裡面呢 你往下找到Unity的標誌 記得在這邊地方打勾確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建立起Unity跟Visual Studio 他們之間的連結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了Unity 然後而且跟Visual Studio 這個可以連結以後 那接下來就是要怎麼開始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呢 Unity的網站裡面 它有很多的介紹性的課程 和Tutorial的影片可以參考 所以如果你在我們今天的這個聽講 還不是很有概念的話 那當然除了一方面做做看以外 那這個也可以到這個Unity的網站裡面 來尋找這個適當的這個教材 好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對於模樣的這個東西 這個語法有餘力等等的時候 你就可以到它的手冊的這個網頁裡面 去搜尋有沒有哪個地方 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接下來入門的這一部分 那它會一開始先從Unity的 interface設計介面開始講起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從這個 它的這個概念開始 那我們運用的這個說明的工具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所玩的 Rower Ball的這樣的一個遊戲 它也列在他們的Tutorial 學習Project之一 所以你可以去參考應用 那另外呢 另外呢 這個Rower Ball這一個遊戲呢 那麼在剛才我們所看到的Tutorial裡面 那它其實準備了一套八個Video介紹 很詳細 所以呢 我們之後 後面所講的這個內容呢 那大部分都是從這一個 這一系列的這個影片 一共八集裡面去得到的 那因此你可以 我們在每一個部分 開始的時候都會先把它對應的 這個Tutorial影片的網址寫在底下 那因此在那個接下來的部分裡面呢 你就可以參考這個網址 再搭配我們上課的這個講解 來學習怎麼樣使用它 好 那所以呢 一開始 那我們要啟動Unity的引擎 那因此呢 你就要去打開Unity裝好以後 在桌面上面的捷徑 那打開以後 那它先會出現 左邊這個黑色的小視窗 接著就會出現右邊 這樣子的一個Login畫面 那所以Login以後呢 你當然你就是得要在Unity那邊 要註冊一個帳號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當你這些弄好以後呢 你打開Unity捷徑以後 要開始編寫你的遊戲了 那編寫這個遊戲呢 左邊這裡呢 有註明你的新的這個Project 那我們是在電腦的HardD裡面 還是你把它存在雲端 那接下來這一邊呢 你就可以選擇新的一個計畫 新的計畫以後呢 那麼我們在這裡面 就填寫這個新計畫的重要的一些參數 那例如說 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名字 那它會放在檔案的路徑裡面 作者是誰 要3D還是2D的遊戲等等 然後點選這個以後就可以了 那麼在整個Unity的這個3D場景的這個建構跟模擬裡面 那它最重要的一個基本的概念呢 是這個3D成像的這個概念 各位可能營機看過很多這個使用這個3D特效所製作的這個電影 對不對 那這些電影的後製作這些電腦產生的這些3D的這個物件跟影像 栩栩如生 而且這個跟實際上我們所看到的光影的這個場景幾乎是這個分辨不出這個真假 那它所依賴的呢 就是從大概1990年代 開始這個獨步興盛的這個3D computer graphics 計算機圖學的發展的這個結果 那我們在那個時候公逢其盛 所以我也做了一點點有關於這個3D graphics有一些相關的這個研究 那它的一個主要的概念 為什麼說他們可以把這個3D的影像讓實際根本不存在的影像呢 能夠讓電腦去描繪得非常的真實呢 那這其實是有它背後的這個原理 那它背後原理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射線追蹤或者光機追蹤 那這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假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需要呈現的物件在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所謂的scene object 假定攝影機或者說我們的眼睛是落在camera那裡 這個時候我們假定螢幕上顯示的畫面 是位在虛擬空間裡面的這個位置 攝影機所得到的這個影像 會是這個東西受到這個光源照射以後 由攝影機這一邊可以看到的影像 那這個影像呢 我們就假想有這麼一個東西在這裡 然後光源在這裡 那我們去計算出來呢 image裡面每一個pixel它應該是什麼樣的顏色 這個時候假定以這個pixel來講的話 這個pixel應該要填上什麼顏色呢 那我們從這個camera這裡射出一條色線到這裡來 那由於光線在一般的情境之下是直線前進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pixel所要呈現的 主要就是這個地方的這個顏色 那這個地方的顏色是什麼顏色呢 我們在建立這個slim object的時候 就假定設定好它是黃色 它的顏色已經弄好了 可是這個黃色直接就填一個黃色的話 那這個場景不會很真實 那我們還必須考慮什麼呢 考慮有打光還有遮蔽陰影的這些效果 那麼因此在這個地方 那它是在light所直接打的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裡會是一個比較亮的這個黃色 因此這個pixel呢 會把它填進去一個比較亮的這個結果 那相反的如果我們從camera這裡想要知道說 這個pixel應該是什麼顏色的時候 view的這個rate打過來的以後呢 發現是落在這裡 那落在這裡的時候 本來它應該是背景地面的顏色 可是我們要考慮到說 這個地面的顏色呢 是不是有被其他的東西遮蔽 那如果被遮蔽的時候呢 這裡所呈現的顏色 就會跟你本來底下這個背景 所設的顏色不一樣 那麼因此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使用另外的一些色線去檢查說 這個位置有沒有被其他的thin object所阻擋 到這個光線這邊來 那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說 這一條色線拉過來以後 會被這個東西擋到 沒有辦法直接連結到這個light source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裡是一個陰影 那這裡的陰影的顏色呢 就是除了背景桌面的顏色以外 還要考慮到它被遮蔽掉的這個顏色 那因此使用這一種色線的這個檢查追蹤的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求出這個電腦螢幕上面 所應該呈現的畫面 它的各式各樣的這個顏色亮度等等 都可以從這樣的一個計算裡面來求出來 那當然各位講說 像我們的電腦現在都是這個幾千乘幾千的這個解析度 那甚至包括這個 如果你要弄到這個電視螢幕上面的話 4K 那這個很不得了的這個pixel的數量很大 那所以呢 這些射線的這個追蹤 如果你使用一般電腦一個pixel一個pixel 慢慢去算的話 那會算很久很久 那所以呢 從1990年代到現在很大的一個進步是什麼 就是這個GPU Graphic 這個Processor Processing Unit 那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大家都知道是NVIDIA 對不對 那這個NVIDIA他們推出這種所謂的繪圖晶片的時候 那事實上它就是幫助我們的計算機的CPU呢 它可以這個平行的這個快速處理 每一個pixel裡面的對應到的這個ray tracing的這個現象 那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享受這些高畫質的即時戰略遊戲 那而且有這個華麗的這個畫面 那個完全就是by這個快速的這個演算法 以及這個快速的硬體的這個演技而所致 那因此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有這樣的概念以後 那我們的這個Unity 它怎麼樣利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來幫我們這個 幫助我們設計這個程式 好 所以你打開這個Unity以後呢 那我們就會看到電腦畫面 是這個樣子 把它叫做Default Utility Window 那這裡有幾個區域 那都是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可以用到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每一樣東西的說明 好 那首先介紹三種這個重要的這個區域 那第一個區域呢 是Project Information 那它主要就是秀給你看 你有哪一些Project到Unity裡面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遊戲設計的這個場景 所看到的東西 Current Open Scene 就是我們現在預備要在這裡面 進行Game Object的開發所靠的場景 那第三個呢 是這個叫做Hierarchy 它就把你這一次的遊戲裡面 相關的所有的這些物件呢 整理在這個地方 整理到這個地方去 好 所以這是前三個重要的這個區域 那再來也很重要的 是這個部分 叫做Inspector 那Inspector的話呢 它裡面就包含了各種Game Object 主要的這些功能跟訴求 還有裡面所包含的成分 還有它的特性等等 都在這個Inspector這個地方 這個區域 那第五個部分呢 就是在這裡所出現的這些按鈕 那這些按鈕呢 就包括說 可以怎麼樣移動設計的Game Object 或者讓它旋轉 或者放大縮小等等 那另外這裡呢 有這一個播放 還有暫停的鍵 那這一個按鍵的話 就是讓你能夠呢 這個對於你所建立的場景呢 可以先播放出來看看 它的這個效果 是不是如你所需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等於是在這個遊戲完成之前 可以有很多的這個測試的這個機會 好 那最後一個是Console 那Console裡面的話呢 主要就是提供Unity引擎 跟你使用者之間 它告訴你現在的Output是什麼樣子 Console的Output 或者是錯誤的訊息和警告等等 那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Default Utility Window 那這裡面當然最吃重的這一個部分呢 最主要的一個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所謂的Scene Window 場景的視窗 那在這個視窗裡面呢 有三樣東西 我先秀出來這一個呢 是叫做Gizmo Gizmo的話呢 就是指X方向 Y方向跟Z方向 它這三個方向的軸 那它現在在這個位置上來看的話呢 表示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攝影機 或是我們外界看過去的時候 它的這一個角度 是所謂的ISO ISO的這個角度 也就是這個X、Y、Z 三個軸都看得到的這種情況 那當然你可以去調整它 例如你可以把它轉成是這個XY平面 那這個整個變成是XY平面 或者是YZ平面 另外呢你也可以利用這個Gizmo呢 讓整個場景做旋轉 做旋轉 那這個我玩這個東西不太在行 所以這個不太會弄 那各位同學玩很多遊戲裡面呢 可能有這一種3D的這種遊戲 可以讓你改變你看東西的視角 那這個部分就是這個Gizmo 好 那還有一個呢 在這裡畫個太陽一樣的東西呢 這個就是光源 Light Source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小東西呢 是它的攝影機 攝影機 所以這個 我們等一下畫這些東西在這裡的時候 然後這邊 這個攝影機所看到的畫面 會出現在這個SIM的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 好 所以這個是SIM的這一個主要的工具 那另外呢 可能會用到關於它的setting 你打開它的Unity Projects以後 那你就可以看到專案的名稱 還有裡面的一些內容 那這個內容我們後面暫時就不看了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最後遊戲完成以後所建構 如果Build出來的東西呢 就會放在這個Build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打開就可以 那個Build的這個檔案 打開就可以玩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在這樣一個這個設計場景裡面 我們必須要能夠擺進去一些 這個遊戲相關的這個物件 所以這個叫做GameObject 那這個GameObject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都具備有一些基本的DataMember 所以包括像這個原件的名稱 標籤 Layer的意思是說 在圖上呈現的時候 它是在第幾個Layer 那Transform的話 就是說GameObject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它可以旋轉 或者是平移等等 做這樣的一個轉換 好 那這裡有一張圖 顯示這個GameObject的這個應用 那它相關的應用呢 包括說它會跟光源有關係 它會跟它的3D的架構有關 那它會跟Spiritis有關係 這個東西各位可能玩那個遊戲就知道 就是例如說是這個二維遊戲的時候 NonPlayer的這個角色出現 它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好 那這個還有一個Particle Systems 那這個比較複雜 那是電腦繪圖裡面 大概是很終極的一個 達成的一個特殊的效果 那你如果在一些電影上面 看過一些比方說太陽表面的閃燕噴發 或者是這個火星亂串這些東西呢 那在這個電腦螢幕的圖學裡面 都是使用一個概念叫做Particle Systems 追蹤一大堆的這個Particle 然後產生了這個特殊的效果 好 那這個GameObject呢 它其實就是類似 我們在這個C-Sharp的這個討論裡面 我們講過 在C-Sharp的這個System裡頭呢 它有一個所有類別的這個來源 就是Object對不對 System.Object對不對 好 那同樣的概念 在這個Unity裡面 所有你產生的這些遊戲物件呢 它們都是這個GameObject的這個子類別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學會OO以後 對於怎麼樣做遊戲也蠻有幫助的 好 那再來 每一個GameObject呢 都具備有一個Transform特性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來看 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Inspector的地方 假定你選擇了一個物件 是這樣的一個平板 那這個平板相對應的特徵 會顯示在Inspector這邊 它的特性 那這些Inspector裡面 我們首先看到的呢 就是Transform Transform的意思 就是說電腦畫出來的3D物件呢 一開始它會擺在標準位置裡面 而且它的大小是標準大小 所以例如以平板來說的話 它會擺在原點 然後Z等於0的地方 那因此呢 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Z等於0的平板 像這個樣子 那你的這個Camera這樣照過來的時候 你看到的影像就是底下影像 可是呢 你實際想要的遊戲物件呢 可能不是這種 在標準位置之下的物件 我們可能會把它平移 或者是旋轉 或者放大縮小 那因此在這個地方 它這個Transform的這個位置上面 那麼它就提供了 這種三種Transform的東西 Position這裡是0、0、0 所以表示平面物件 中心點是落在原點上面 那附帶一提就是說 三個XYZ軸呢 它形成的坐標系統 是左手坐標系 不是右手坐標系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好anyway 然後再來呢 這一個如果 你可以看到第二個是 它的對應的角度 Rotation 那X是0、Y是0、Z是0 那就表示對X軸的旋轉量是0 Y軸旋轉量是0 對Z的旋轉量也是0 所以呢 就落在標準的坐標系統之上 再來一個呢 是底下這個Scale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值呢 都是等於1 那都是等於1的意思 就是說它在X方向、Y方向、Z方向呢 就照標準的Scale的大小 沒有把它放大或者是縮小 所以這個Transform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名稱 是叫做Plan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我們再來看呢 Transform以外 那我們還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 Inspector裡面可以提供的訊息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以這個剛才的這個例子呢 把它打開來看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到呢 剛才的Transform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是不變的 然後呢 底下有幾樣東西呢 也是建構GameObject的時候會出現的東西 那其中一個呢 叫做MeshFiller MeshFilter MeshFilter還有MeshRender 它所代表就是說 在我們所設計的3D場景上面呢 那我們可以有建構一些Mesh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些方格 在這個地方 那這些方格的話呢 那主要就是在我們讓電腦去畫出這個3D物件的時候 它可以充分運用這一些網格等等 來幫助你畫出這個你想要的這個形狀 那除了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MeshCollider 那MeshCollider的話呢 那意思就是說 它所建構的網格的這個畫面的東西呢 是可以跟別的東西呢 碰撞的 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遊戲裡面 你的很多東西的這個 很多的這個事件的這個觸發 都是基於這個碰撞 所以例如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這個圓球 跟這個方塊 它撞來撞去這些東西呢 每撞到的時候呢 你的分數就增加 然後那個Clapple的那個方塊就會消失 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可以發生碰撞來觸發事件 那因此這裡又有一個MeshCollider 那最後底下這個地方呢 還有一個Add Component 那也就是說呢 這一些遊戲的這個物件 它裡面的這個東西 那其實不是只有這些而已 那它還可以增加很多 這個 例如說我們可以設定 這個東西是一個鋼體 物理可能學過 就是碰撞以後呢 它的能量不會損失彈性碰撞的那種情形 那還可以你把這個物件 你希望它對於這個 某些事件的觸發以後 會要產生什麼樣的這個行為 那你也可以這個 在Add Component這個地方 打開一個這個腳本 來然後進到Visual Studio裡面 去撰寫它的這個動作的這個腳本 好 那我們後面就會看到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這個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當我們把腳本在這個Visual Studio寫好以後 那回到Add Component這邊來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的Component這裡 就把我們在Visual Studio 2017裡面 所寫的這個腳本的程式 C Sharp的這個腳本程式 那就可以在Unity裡面看到 它這一個球所對應到的 這一個運動的這個腳本 好 好 那所以呢 這個主要就是大概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Game Object的這個概念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說 這個Visual Studio裡面 那你怎麼樣能確認 你的這個Visual Studio 跟這個Unity兩邊 它對於這個腳本 兩邊這個已經建立起了這個 互相的這個合作的關係 那麼我們可以呢 檢查 Unity裡頭 你選擇Editor Menu的選擇 選單的選項 然後你選擇Preferences 就會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對話盒 那在這個對話盒裡面呢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叫做Eternal Tools Unity 它所接的外界的這些工具 有哪些 那目前你可以這裡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Visual Studio裡面呢 就添加了一個Unity的這個功能 所以呢 在現在Unity裡面呢 你應該在這個Eternal Tools這裡呢 會看到 Script Editor 也就是腳本編寫的程式 是Visual Studio 2017 Professional 那這就是 在Visual Studio裡面建構起來 跟Unity的關聯 在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 主要是看到這個 然後這個地方也打勾 就是說它的Editor Unity之間要建立起這個連結 好 那再來呢 你可以到Help的地方 找出Bout Unity的選項 拉下來以後呢 你可以得到一個 關於Unity重要的一些宣告 那這些我們都不看 我們只要看最底下這裡 最底下這裡寫說 Microsoft Video Studio Tools for Unity 3.7.0.1 Enabled 那這很重要 因為這就表示說 你在Unity裡面 你需要描述腳本的時候 就可以連結到 這個Visual Studio 2017裡面呢 來做這個事情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Unity裡面 跟這個Visual Studio兩邊合作 能夠應用的這個情形 好 好 那把這個工具 這個大概都說明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要建立 一開始給各位玩的 一個圓球撞12顆黃色的旋轉方塊的這個遊戲 那我們看看 怎麼樣用Unity的這個工具呢 來做這件 把這個遊戲給做出來 好 那首先 我們要建構起程式的東西 剛剛各位講過 Row a Ball裡面呢 它在Unity的網站裡面 它對應八段這一個影片 來介紹這一個 怎麼樣可以完成 我們剛才給各位看到的遊戲 這個時候 注意到上面的這個標題呢 是One of Eight 所以這個時候就表示說 它一共有八段的影片 那這一段影片是第一段 那第一段的這個影片 要講的就是我接下來所說明的這個內容 那然後後面呢 因為它一共有八段對不對 每一段的話都是一個 我們今天討論的一節 一個重點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在這一段 你沒有很聽很清楚的話 回家的話 你可以去打開這個網址 然後它會告訴你 這個跟我講的類似的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學起來 那那個 同時呢 它這個 除了是英文語音說明以外 在它底下的這個說明裡面 還會附有這個文字檔 文字說明以及這個相關的這個程式碼 我們可以看 所以你可以去參考這個東西 好 那所以我們要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要先建一個project 我們把名字就叫做Rower Ball 剛才我們所看到的畫面呢 設計的這個介面 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好 這是標準的使用介面 形式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實際應用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這些開發人員呢 他們跟我們建議的這個方式呢 是像這個樣子 所以你把這個scenario和他所看到的東西 擺在最左邊 然後把這個你開發所要的東西 他的這個檔案夾什麼等等 放在中間 然後呢 把這個inspector擺到最右邊去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做這樣的一個設定 就可以把本來Unity開發的介面 把它設定成為一個叫做2x3的layout 2x3意思就是說 還有攝影機看到的內容擺在最左邊 所以這個是2 兩個 然後by3 哪三個3呢 一個是hierarchy 就是你所有的game object 它之間的階層組織 四是project在這裡 project裡面呢 包括幾個重要的東西 一個是create 那你所create的東西呢 它會放到你的一些這個檔案夾裡面 所以這個asset裡面呢 你可以把你的這個game object 放在這一些asset的這個檔案夾裡頭 然後最右邊這個地方 就是你所創建的game object 那它的特性就放在最右邊inspector裡面 那所以呢 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layout 是蠻方便的一個layout 是2x3 1 2 3 好 那接下來我們都會在這樣子的一個layout之下工作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可以假設說這個遊戲 也許會有好幾個這個場景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例子呢 是這個出入門的這個例子 所以我們假設就只有一個這個場景 只有一個情境 那因為呢 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的這個遊戲呢 它就只是這樣一個畫面在處理而已 對不對 它沒有轉換到其他的這個情景裡面去 那麼因此呢 這個我們只建構一個單一的這個scene 那這個單一的scene呢 我們就可以根據我這裡用上面這個部分 操作過程 你在介面裡面的file 然後選擇save scenes as 然後就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檔案的對話盒 那這個檔案對話盒裡面 你要選擇打開這個scenes的資料夾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名字叫做minigame把它填進去 在這裡minigame 那因此這也就表示說 我們所要處理的這個遊戲場景 在它裡面呢 是叫做minigame 那因此呢 在這個2x3的這個layout裡面 就會出現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unity的這個商標的這個圖樣的東西 然後底下寫的就是minigame 那換句話說 這個時候我們呢 接下來我們呢 所要設計的 是為這個minigame這個場景 來做的這個game object 還有它們之間互動的這個設計 那這是因為我們的這個遊戲呢 只有一個場景 那如果你的這個遊戲 可能有好幾關的話 那也許你就需要好幾個場景 分開來弄 那我們這裡呢 只介紹單一一個場景 好 那這個場景有了以後呢 我們就要在這個場景裡面呢 添加一些這個game object 對不對 那所以一開始的這個game object的話呢 我們可以設定的是一個平板 就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平板 也就是說 中間這個母球在滾動的時候 去把別的黃色方塊吃掉的那個東西呢 那它這個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底下的那一個這個板子 好 那因此呢這一塊板子呢 我們把它叫做ground 那你依照我上面所寫的操作的方式 到game object的地方點選以後 在下拉式選單裡頭 選擇3d object 然後在3d object裡面選擇plan出來 那或者是你就直接從hierarchy這裡 然後選擇這裡的create create的時候 再選定一個3d object 出來一個東西叫plan 那會出現在這裡 那這個plan的話呢 我們再用右鍵把它選擇rename 把它名字改叫做ground 所以這個現在開始底下的平面呢 就叫做ground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圖 增加這個的方式 就是從game object開始 或者是從hierarchy的create開始 都可以 那你新增加的這些物件 會出現在hierarchy這裡 所以這是你增加的這個物件 那這個ground的物件呢 它的本身的特性呢 會出現在這一個inspector這裡 那我們剛剛已經看過 它的position 位置角度放大縮小等等 是在這個transform這裡 那其他還有關於mesh的這個處理在這裡 還有你想加其他東西的component 在底下這裡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就是我們所加進去的 第一樣這個物件 第一個物件 第一個物件就是ground 好 那這個物件接下來我們可以對它 做一些這個操作 那然後再把別的東西也加進來 我們已經在這個場景裡面 把這個ground的這個平面加進去 那加進去以後呢 這個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先測試一下 ground它怎麼樣可以移動旋轉 那麼移動或者旋轉的方法 那個移動的話 是以這個position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用這裡的一個手的這個圖案 抓住平板然後左右或者上下移動 那你也可以用這裡面的旋轉按鈕 你按下這個旋轉以後 那這個平面呢就會出現一個 類似這樣的圓形的東西 你這時候按右鍵上下左右這個移動 那麼就會讓板子依循著你所設定的這個軸 做旋轉 那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我轉成這個樣子的時候呢 它對於x軸呢是轉了負的10.143度 y對y軸轉了23.599度 那對於x軸呢轉了16.247度 可以以旋轉的按鈕搭配你的右鍵移動 來產生旋轉的這個效果 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些遊戲的話 那它們的這個操縱這個螢幕視角的這個方法 也好像大部分是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的game object呢 你可以把它從這個標準位置標準大小 把它改換到你所要的位置 你所要的角度 以及你所要的這個大小 好 那再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處理這個母球 也就是這個遊戲的主角 中間的那一顆白色的這個母球 那設定這個母球的方法 跟我們前面提到過的 就是你使用hierarchy 然後使用create 產生一個sphere 再把它rename叫做player 在這個地方把它叫做replayer 如果我們這個球 我們希望它是在標準位置上面 所以你可以把transform這個地方 設定reset 其他東西都歸到0那邊去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球出現 那球出現以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球 目前在這個場景裡面 它底下是一個比較大的平面 那這個比較大的平面 使得說我們想要特別針對 這個player圓球 來做這個處理的時候 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們可以呢 這個使用叫做focus方法 我們可以從edit這個選項這裡 選擇frame selected 那因此這樣我們就可以使得說 我們集中注意在圓球這個地方 那同時你可以看到 攝影機這邊拍過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球呢 落在平板的中間 那再來球呢 是標準大小 標準的位置 所以呢 它是落在圓點000為中心的地方 而我們曉得呢 ground呢 是在z等於0的平面上面 那因此球的下半部呢 就被平板所遮蔽 所以你只有看到一個半球而已 那再來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也是在這個地方呢 可以用一個dynamic的這個設定 那再來我們其實是希望 能夠讓這個球啊 在這個ground上面滾動 那麼因此這個球呢 跟這個平面呢 之間必須是相切的這個狀況 也就是說 底下這個ground呢 是這個球的 在底下的這個切平面 那怎麼做呢 那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球是在標準位置 然後它的半徑是0.5 那所以呢 我們就把平面往下降0.5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球 就變成是在ground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現在變成一個完整的一顆球呢 停在ground上面 那因此呢 這個地方我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ground 我們選擇這個ground 把它的position y 的部分 變成負的0.5 所以就把這個ground往下降0.5 那這樣往下降0.5以後呢 那麼這個球 就可以完整的這個呈現出來 好 再來我們做的事情是 剛才有看到 那個平面它的顏色是深藍色 平面的顏色是深藍色 然後球是白色 那這樣子白色在深藍色上面的這個對比 是比較清楚的 那所以為了讓這個遊戲的這個視覺效果比較好 我們要把這個ground呢 塗上這個藍色 那塗顏色怎麼辦呢 我們就來看 在這個地方 我們到它的inspector的這個地方去 那我們這裡選擇的是background 就是地面的那一個平面 那個平面的地方呢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看到有一個東西 叫arbedo 那arbedo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是等於是用一個飾管 點一個什麼樣的燃料下去 然後它就整個就會變成那個顏色 那在這個arbedo這裡呢 我們點選這個顏色的部分 點選顏色的部分以後呢 就會出現上面的色彩的對話方框 重點就是你這個藍色 你如果要創造出跟它原來遊戲一模一樣的顏色的話 你最好follow它的這個設定 所以它的設定是RGB 就是這一個紅色、綠色跟藍色的成分 各式多少 那於是紅色成分是0 然後綠色成分32 然後這個藍色是64 那再來這個a RGBA 這個其實是alpha 我跟各位講過 描述這個顏色 一般是使用這個三原色再加一個透明度 那每一個這個東西呢 都是一個byte 所以這裡是這個八位元 八位元的話就是0到255 對不對 所以R是0的時候就表示沒有 完全沒有紅色的這個成分 那G是32 就是255裡面 那它有32 那B是這個最 這個是64 所以你可以看這邊這條線 R在這裡是0 然後在這裡是32 在這裡是64 那這樣子合起來的結果會是這樣的顏色 另外這個a是代表它的透明度 那這個透明度也是從0到255 那因此它拉到這邊 表示它不透明 那因此我們的這個ground 它的顏色是這個顏色 然後是這個不透明的顏色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它的畫面裡面ground 是這樣的一個漂亮的藍色 然後這一顆白色的球 放在這個藍色的背景上面 相當的顯眼 那同時你也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那個出現一個這個藍色的設定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再考慮什麼呢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場景以後 你如果沒有打適合的光線上去的話 3D效果不明顯 例如說如果光源放在正上方打下去的話 那我們會看到大概是這上面是白的 然後這邊是灰暗的 然後底下在這裡有一圈這個陰影 對不對 可是那樣子不是很好看 如果是從斜面這樣打過來的話 這個光線打出來是像這個樣子 比較好看一些 那因此我們在選擇light 光線的物件 然後這個是叫做directional light 有方向性的光 你可以看到光的來源 我們把它轉到y是-60度 然後x是50度 這樣的一個角度 那從這個左邊這樣打過來一個這樣光的時候 那麼它的這個顏色 它的這個3D的這個效果 看起來就很不錯 因為很多的你知道美術上面 很多的這個立體感 都是來自於畫這個陰影 對不對 所以這個據說 因為中國以前的人像畫都是不畫這個陰影的 然後皺紋什麼也不太畫 所以聽說這個慈禧太后 原先找一個西洋的美術家幫她畫像的時候很不高興 因為她說這個美術家把她的臉畫成是陰陽臉 一些地方是亮的 一些地方是暗的 所以她很不欣賞 所以這表示說你要呈現立體感的話 那麼就需要這個從適當的位置打這個光線上去 然後讓你這個畫面呈現這個不錯的這個3D效果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說怎麼樣讓球 例如Player在Ground上面來運動 所以我們要看怎麼做這件事情 那這裡呢 這裡你可以看到說 它是根據八部影片裡面的第二部裡面的這個說明 所以一個Moving the Player的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一節裡面 如果你這個聽不太清楚的時候 回去可以放這個影片來看 好 那這個過程裡面重點在於說 如果我們要讓這個Player球可以移動的話 那我們必須賦予它這個運動的能力 那怎麼樣運動呢? 當然就需要靠一個腳本的這個描述 它才能夠依照你所設定的方式來移動 對不對? 好,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需要知道怎麼樣把這個GameObject 增加它的這個腳本Script的這個東西進去 那使用這個Script的話呢 那在這個Unity裡面 它的Documentation裡頭 那有很多關於Script的說明 你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這些程式其實都蠻直接的 蠻直覺的 所以大致來說的話 不太需要去用這個看這些東西 不過anyway你還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有兩個選項 那一個選項呢 是C-Sharp 另外一個應該是JDOS還是什麼 那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我們它Default的選擇呢 是這個C-Sharp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把它改過來 那這表示說 我們想要處理的 是這個利用C-Sharp 來作為這個GameObject腳本 這樣的一個做法 因此我們必須要描述圓球Player 它的運動的方式 那我跟各位提到過 在遊戲的這個世界裡面 它自有其這個物理的運動定律 對不對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在這個遊戲裡面 有的時候不要管太多實際的物理是什麼情況 你只要它這個動作看起來很像漂亮 就夠了 那因此如果是對於一個圓球來說的話 那雖然說這個我們講 它的這個物理 你可以依照你的意思去設定 但是一些這個物理的定律 應該是要維持相同 看起來才會逼真 對不對 那因此我們可以假想說 這個球在Ground上面的運動 符合物理裡面的鋼體運動的概念 那物理裡面的鋼體運動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它不會變形 它不是軟的 一撞就這個變軟 不是這樣 它這個是一個鋼體 鋼體的意思 就是它的從頭到尾 它的形狀會保持恆定 這樣一個情形 好 那因此套這個物理的概念呢 我們把它這個圓球呢 設定成是一個rigid body 所以怎麼把它設定呢 我們就選用inspector 然後在最底下的add component的這些部分 這裡就有很多的component的選擇 可以讓你選 我們可以設定說 我們要的球是一個rigid body 那rigid body講過 就是它的外形不會因為碰撞而產生形變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rigid body 好 那rigid body之外呢 那還要看說 這個它可以依照這個牛頓運動定律呢 來這個運動對不對 好 那因此 要它照牛頓運動定律來運動的話 那你必須就是 這個能夠讓這個球 計算的這個方法 要跟這個牛頓的這個方式相接近 那怎麼樣讓它依循牛頓運動的定律的方式 來這個運動呢 於是我們就是得要把物件呢 選擇add component 另外就是說 它這裡的步驟是這樣子 首先是建立起一個folder 檔案夾 叫做script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把各種東西的這個腳本呢 都把它存到那個檔案夾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是script 腳本 建立起一個空的檔案夾 叫script 剛才塗顏色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弄了一個material 所以這個material 是跟顏色相關的東西 那我們先不管 好 然後再來我們現在是設定script 那設定script以後呢 就要add component 那add component以後呢 就可以選擇其中一個選項script 那個腳本 因此你選好以後呢 在inspect這裡就會出現script 那這個script呢 我們把它的那個script 腳本的名字 把它改叫做player controller 叫做player controller 這個樣子 player controller 選好以後 那我們呢 依照這裡講的 點選script這邊的slot 把它按兩下以後 那你就進到了 Visual Studio 2017 好 所以我們現在 這邊看到的這個程式碼 就是我們在 Visual Studio 2017裡面 所看到的程式碼 你可以發現 跟我們所習慣寫的script的程式很像 幾乎是一樣 但是有人跟我講說 裡面有些地方跟script有一點點差異 不過我們學過script的話 來做這樣的一個寫這樣的一個腳本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程式已經產生的程式的模擺裡面 首先它有一個using system.collections 還有一個叫做using system.collections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這一學期 在最後一週 所要介紹的一些基本資料結構的 這個收集起來的東西 所以在你寫這個script.collections的時候 那麼有一些這個資料結構 已經可以直接拿來用 所以你只要using這個script.collections就可以了 好 所以它一定有using這兩個東西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還有一個using unity engine 對不對 好 那這就是我們一開始建構 Visual Studio的時候 install 重新install的時候 我們把它點選了這個unity 對不對 所以在轉換成這個腳本程式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using unity engine把它放進去 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 控制母球移動的腳本呢 我們把它叫做player controller 那這個程式碼呢 它放在 它是一個public class的名稱這裡 然後它繼承了一個class 叫做mono behavior mono本來是單一的意思 據說是這個某種版本底下的 類似c-sharp的語言 那因此這個mono它所代表的 其實就是類似c-sharp的語言的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unity開發的時候 它可能使用的腳本語言 比這個c-sharp稍微簡單一點 那它把它的名字叫 取名叫mono 也許是這個樣子 推測 不過anyway就是說 我們的play controller的話 它是繼承一個叫做mono behavior的class 那這個class裡面就是可以去設定說 繼承它的這些controller必須有哪一些功能 方選要提供出來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最基本的 你需要提供的這個功能呢 一個叫做start 一個叫做update 我們先講什麼叫做start start的話呢意思就是說 你play controller這個東西 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有一些這個成員變數 那這些成員變數可能要先做一些設定 所以那些設定就放在start這裡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怎麼做這些事情 那另外一個update once per frame 這是什麼意思呢 好 我們曉得事實上拍電影的這個原理 是從這個愛迪生他發明電影的時候開始 那愛迪生那個時候他所做的這個實驗 發現說如果我的攝影機能夠做到每一秒鐘拍攝24幅照片的話 那把這24幅照片這個用一樣的這個速度把它播放出來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動畫的這個效果 就是電影的效果會跑出來 那現在的這個電影他的這個拍攝效果更好 運動的效果更好 那他使用的東西是更高的所謂的frame rate 就是說每一秒鐘有多少個frame frame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電影或者video裡面 他這個每拍一次就是一個frame 把那時候的畫面給拍出來 好 那因此我們會看到說這個東西在運動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所做的事情是 依照我這個動畫整體的呈現的速度 例如說一秒鐘30幅 所以代表frame rate是等於30 那30算是一個不錯的畫質的這種方式了 好 那因此他自己就告訴你說 這個球在移動的時候每30分之1秒 也就是說這個每一個frame他的位置 有哪一些update的地方 你要把它描述出來在這裡 所以代表就是說動畫進行的時候 每一個畫面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這些部分必須在update function裡面來呈現出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所以就把球它的運動方式做一些修改 那首先我們的這個牛頓運動定律 其實是告訴我們說 這一個物體的運動 它是有這個加速度來構成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對不對 那另外呢 從這個牛頓運動定律裡面曉得 如果你知道它每一瞬間的這個速度的話 那下一個時刻下一個frame的時候 它的位置應該距離它現在這個地方 差不多就是它的瞬時速度 乘以它的這個時間的差 這個意思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這個 例如說這個我們有一個這個運動 例如說是這樣子的一個運動方式 這個是這個t然後這個是x 所以就是假如有一個物體它是這樣運動的話 那這個本來我們應該計算的可能是要去解一個 這個牛頓運動定律的這個微分方程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事情簡化 例如說我們可以設定說 它的這個瞬間的速度你知道的話 瞬間速度你知道的話 就等於是你知道在這個取樣時刻的這個切線的斜率 對不對 好那因此在這個frame的時候 你的位置在這裡 x1 那下一個時刻的時候 你的位置在哪裡呢 我們直接就用這個斜率乘上delta t 然後找到這個位置x2 所以我只要設定在每一個取樣時間 它的這個速度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推測出這個 從這個frame到下一個frame的時候 它的這個位置是移動多少 好那因此呢 這個對於這個球的controller來說的話 那你要知道它瞬間的速度的話 你一定要考慮一個水平的這個速度 還有一個垂直的這個速度 對不對 所以就是有一個horizontal vertical 這兩者的速度 那這兩個速度怎麼來呢 這兩個速度就是從input get access這邊得到的 那input是什麼呢 我們剛才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是已經看到 我事實上是使用鍵盤 ASDF來這個操作 A跟D是左右 然後W跟S是上下 那所以它就根據你所按的這個鍵 是A鍵還是D鍵還是A鍵F鍵等等 然後去估算說你的橫軸方向 它的移動的這個力那個速度是多少 然後這個用A跟A鍵跟這個那個 W鍵跟S鍵呢 來做這個Vertical方向的這個速度 好那因此呢 你這個鍵按得越久 你的這個速度加上去的時間越長 那這個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這個移動的變化 那這個我只是沒有很搞很懂的是說 它竟然還有這個往上的方向 也許是應該這個跟這個對調 才會變成滾動 那這裡擺這裡的時候就好像說 它還有一個是往上的這個力道 好那不管 那然後呢 這一個我們所要考慮的呢 就是把運動的東西乘上它的速度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得到這個圓球 它在運動的時候它所具備的這個力量 那那為了做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們要必須讓這個東西呢 取得鋼體的特性 所以在Player Controller裡面 能夠控制它的是速度 那另外呢 控制它的是RB 它會成這個Speed 這個樣子 好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藉由鍵盤ASDXDW的方向 來控制它的水平的力道 或者是垂直方向的速度 然後來乘上速度 然後就可以得到這個東西的 運動的這個軌跡 好 那麼Start的話 我剛剛講過就是這樣子 好那這Awake我們就把它跳過去了 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這裡就說明了 為什麼我們剛剛這麼講 就是說一個Game其實是很像是一個動畫 那動畫呢 是依照每秒鐘取樣多少個畫面來決定的 好那因此呢 每經過一次的這個畫面的取樣的時候 那我們所要處理的這個物件 GameObject 它對於時間、狀態或者角度等等 有沒有什麼樣的這個變化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把它寫在這一個 剛才的這個腳本裡面 有這個Fixed Update裡面 它這裡還沒有做這個Update 它這裡的Update有兩種 一種是前面這一種的Update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這裡的叫做Fixed Update 那Fixed Update的話呢 是物理現象模擬時候的取樣的速度 為什麼分這兩種的Update呢 如果我們要動畫看起來 這一個很流暢的話 大概一秒鐘取三十個 這個Frame就足夠了 所以這是Update 可是當你在模擬一些物理現象的時候 那物理現象的時候呢 這個一秒鐘取樣三十次 或者說每一個Delta T 是這一個0點 這一個0333秒這些東西 那對於一些物理現象的模擬來說 是不夠的 那所以呢 這一個它另外有一個Fixed Update 這是用來這個模擬物理現象的 那這個Fixed Update呢 它Update的這個速度 會比這個Update的速度要來的快 那因此呢 這個需要另外有一個Fixed Update 來處理這個物件 它在物理運動的時候 它的變動 那這個是大概的一個概念是這樣子 好 那我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對於Update的話呢 物件化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Update 那Update的話呢 就是把它的距離算出來 所以你有一個Delta Time Delta Time 就是它的Frame Video的Frame 播放的時候的速度 乘上橫向的速度 還有我們看到的 向右運動的向量 那再乘上Distance 那因此呢 這個就是Update跟Fixed Update 那這裡有講 Fixed Update的話呢 它比較可以用比較短的時間 Update它 OK 好 那所以剛那樣做 就是把這個球體的移動 利用這個腳本來寫出來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當我們把這個 這個寫完之後呢 我們讓它全部儲存 然後接著我們就回到Unity這一邊 那Unity這一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從剛才所看到的 Player Inspector裡頭 把它的Script Player Controller 如果按左鍵按一下以後呢 那剛才我們在 Video Studio裡面 所寫成的程式 那會在Unity裡面 從這個地方 跑出來 這個樣子 OK 那因此呢 這個接下去呢 我們就是可以來讓這個球開始轉 讓球開始轉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的是 我們剛才所寫的這個Player Controller 它的Data Member 有一個參數 就是這個Speed 需要以球的 Initial的建構式裡面 去給它 那但是什麼地方去給這個Speed呢 所以它現在的做法 就是讓你呢 在Inspector裡面這裡 在Script Component顯示的地方呢 就出現了一個 叫做Speed的Data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輸入你的速度 好 所以這裡呢 我們假定這個球滾動的時候 它的速度呢 都是0.05 都是0.05 那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填0.05 它原來這裡是0 好 那你填0完 填完0.05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呢 按Play這個鈕 然後我就用AWSD四個鍵 去控制Player滾動 的方向 好 那當我們玩夠了以後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Transform這裡 讓它reset 並且把這個所有角度都變成0 好 那因此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球的滾動的處理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讓攝影機 能夠跟著球跑 使得說你所看到的這個影像 比較真實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同樣的 在Unity裡面的Tutorial網站裡面 那第三部分的影片 就來介紹說 怎麼樣可以讓你的攝影機 追著球的方向前進 這個就是我們要看到的主攝影機的情形 現在的主要攝影機在這裡 這邊拍過來以後 所看到的影像是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我們在Hierarchy這裡 我們選擇Main Camera 然後這個Main Camera 就是它的一開始的設定 所以把Z軸的距離移到-10的地方 就是把照樣機拉遠 然後來拍這個地方的情境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設這個攝影機 這個攝影機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攝影機的位置 調成對X軸乘45度 你看X軸在這裡 所以它往上45度 這個地方這樣拍下來 那拍下來的時候 你看到的影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像這樣 所以我們就把Y等於10 Y等於10的意思 就是把它這裡是歪軸 對不對 所以就在這個上面 10度的地方往下拍過來 這個樣子 OK 好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設定 好 但是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攝影機 它要隨著這個Player來移動 因此我們就在Visual Studio這邊 我們也一樣對於CAMERA這裡 我們加上一個Script 叫做CAMERA CONTROLLER 然後打開CAMERA CONTROLLER以後 我們就進到Visual Studio 2017 寫完以後 再把CAMERA CONTROLLER移到Main Camera裡面去 好 這個裡面 一樣 你的敘述裡面 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一樣 既成MonoBehaviour 所以呢 它一樣會有一個Start 一個Update 接下來我們所寫的這個程式碼 就變成是像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前面Using的敘述 剛剛已經講過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略掉了 它在這裡面呢 它必須追蹤的是Player 因此呢 每一個時間過去以後 那麼攝影機跟Player之間的距離 就發生改變 對不對 好 因此呢 我們會把那個發生改變的這個項量 叫做Offset 所以Offset呢 是Transform的Position 剪掉Player 在Transform裡面的Position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inspector裡面 Position的這個地方 每一個FlandUpdate 這個我們就不看 然後再來是LateUpdate 你如果注意的話 在Unity裡面 它有好幾種update的方式跟需求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follow它的建議 使用LateUpdate 那這裡好多種update 都有搞清楚 好像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那我們只有就是說 這個在寫的時候 如果我們發現 套用某一些這個程式碼 效果沒有很好的時候呢 那你就去查查看 它的這個Documentation 那個文件裡面 那有可能是 這時候你得要採用 這個另外一種的 這個update的方式 OK 好 那因此呢 這個 這樣子設定好了以後 那我們的這個攝影機呢 它應該就會follow這個Player 來跑 你看 我們就把Hierarchy裡面的這個Player 把它移到 它在這裡呢 我們剛剛所寫的 CameraController 有一個成員變數 叫做Player 那在剛才裡面 並沒有設值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 這裡的這個Player 移到這裡的這個框框裡面 就好像剛才那個Speed 我把它設成是0.05 一樣意思 就是說 對於CameraController來說的話 它的Data Member裡面的Player 它的Initial的值 或者它所設定的值 就是那一邊過來的Player 所以這樣過來以後呢 你的Camera 才會跟著這個Player的運動 來追蹤它的過程 球和它的運動 我們已經弄好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去建構起Play Area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像剛才的這個Ground的話 它四周沒有圍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球滾一滾以後 很容易就滾到這個平面之外去了 對不對 好 那因此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在這個Ground的平面 它的四周建構起這個圍牆 然後讓這個球呢 可以在碰到這些圍牆的時候 也發生這個彈性碰撞 然後讓它跑回這一個另外一個方向去 好 那所以接下去我們後面 最後一節的時候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 所以接下去要講的就是說 怎麼樣建構四邊的圍牆 還有就是這一個十二個 這個在自轉的這一個黃色方塊 然後讓這個母球去吃它得到分數 我們的場景 那已經有這一個可以移動的圓球的門球的部分 那這一個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Ground四周加上牆壁 然後讓這個球呢 碰到這個牆壁的時候 也可以有彈性碰撞彈回來 好 那因此我們就是要去建立這個Wars 就是四周的這個牆壁 那這個牆壁呢 我這裡就沒有把細節弄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首先要建立起一個 Create Empty 然後把它叫做Wars 那把它放在標準位置 就是000 旋轉000 放大縮小11 這個樣子 好 然後再來呢 從Wars出發 我們可以訂定四個牆壁 就從西方這邊開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呢 等於是說 我們的Wars是一個負類別的物件 West Fall East Wall Southern Wall North Wall 這些呢 也都是Wars的子類別 所以要把它移到Wars的底下 這樣才可以繼承Wars的這些 基本的這些性質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說 西方的牆X坐標 原點呢 本來是放在000 但是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移到-10 X變成-10 X方向把它縮小 乘一半0.5 Y不變 但是Z呢 變成20.5 所以就把一個 基本的標準方塊 1乘1乘1的方塊呢 我們把它拉到Z方向 延伸20.5 就拉到20.5 然後呢 Ground呢 這個時候XYZ 也做一些調整 這樣一來就完成了 左邊的牆 就是左邊的牆在這裡 所以就是剛才那個Wars Wall 我用這張圖來說明 因為剛才那個文字太多 這個圖放不下 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從Hierarchy Create 產生一個空的物件 叫做Wars 所以這等於是一個 虛擬的附類別 然後我們呢 產生一個新的 從Hierarchy 產生一個新的 1乘1乘1的標準方塊 把它叫做Wars Wall 那這Wars Wall呢 要放在左邊這一邊 變成一個牆 所以呢 它不是一個標準的方塊 那因此我就要 首先我們要把它的中心點 從000的地方移到X呢 是-10的地方 我們再來把它的X方向 縮小成0.5 在Z方向延伸變成20.5 這樣一來它就構成一個Wars Wall 這裡呢原先都已經告訴你 它是一個Cube 然後Mesh Generator 然後Box Collider 它也是有碰撞 那這個是西邊的牆 那所以下一步呢 我們就完成其他三邊的牆 你就是使用一個叫做Duplicate的方法 那你就可以把西邊的牆 複製成東邊的牆 那東邊的牆跟西邊的牆有什麼差別呢 那只有在它的中心XO標呢 是剛才是-10 現在是正10 所以就拉到這邊正10這邊來 那這就是East Wall 那接著我們再從這個East Wall Duplicate 可以把它四面的牆 North Wall跟South Wall 全部都把它給定出來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 彈珠台遊戲的四周的牆壁的設定 四邊的這個牆射好以後 再下來呢 我們希望這個球轉動的時候 會去碰撞那一些自轉的方塊 黃色方塊 那所以我們要這個create 這些黃色的這個方塊 那同樣的 這個是在Tutorial影片裡面的第五個部分 在這個投影片裡面已經盡量把每一個步驟都弄得很詳細了 那可是難免中間可能還是有一些錯誤或者是漏掉的這個地方 那在那些地方如果你發現你過不去的時候呢 那你就來看一下這些影片 那這些影片在這個他們進展到這個你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呢 就把它放慢來看 那那個應該可以解決你的這個困難 好 那於是這個我們來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建立起一個這個旋轉的方塊 像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長得像這樣 那這個是你設定的這個樣子 這怎麼弄呢 這是一個cube 所以我們從hierarchy那邊選取3D object 選取cube 然後把它叫做pickup 拿起來的東西 讓它的transform是reset 所以這個方塊呢 就會放在這個標準方塊 放在000的位置這個樣子 那000這個位置以後呢 然後這個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它的標準位置 跟我們那個圓球player的圓球位置呢 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東西會互相干擾 所以你可能只看到球 沒看到這個方塊 或者說方塊擋住這個球 或者這兩個你看起來 變成一個蠻奇怪的這個形狀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把球的部分先把它移走 其實沒有真的移走 只是讓它在圖上不要出現而已 那這個方法怎麼做呢 就是用edit frame selected裡面呢 把player設定成是deselect 那deselect的方法 就是拿它在inspect的那個地方 裡面有一個checkbox把它弄掉 那這個球呢 就暫時沒有出現在我們這個畫裡面 所以就只剩下我們要看的cube 那這個cube的話呢 它本來是標準方塊的話 是正方是正白的 所以並沒有像這個樣子 高起來這個樣子 那我們為了讓它這個高起來這個樣子的話呢 讓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跟D面就一點靠在這裡 然後讓它會自己轉 我們就是利用rotation transform 然後把X軸Y軸Z軸分別設成是45度 我們繼續就把它的每一個邊長縮小一半 變成是0.5倍0.5倍0.5倍 於是我們就得到一個比較小的方塊 而且它正好一個角度 剛好跟ground接在一起 所以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希望pickup呢 它能夠在原地旋轉 那原地旋轉的時候 我們就曉得你有它的基本形狀 所以下一步呢 你要要求它能夠自己轉 那自己轉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給它一個script 給它一個腳本 那同樣的 我們就到 讓它切換到Visual Studio 2017 然後找出rotator 那rotator整個把它弄好以後呢 也是一樣 檔案儲存 然後你在Unity那一邊 就可以看到這個rotator 這一個程式的腳本 好 那這腳本怎麼寫呢 這個蠻簡單的 那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般性的Uting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然後這個rotator也是 繼承mono behavior 這沒有問題 好 那再來這裡 它的這個旋轉 不太需要什麼特別的物理模擬 它是一個運動學 而不是動力學的需求 我們就讓它說 每30分之1秒的時候 做一次update 那每一次update的時候做什麼呢 每一次update的時候呢 我們就讓它做一個旋轉 它的各式的角度 是15度30度45度 來乘上delta type 所以它的x旋轉速度 y旋轉速度 跟z旋轉速度 分別不同 你就可以從這個式子 算出來說 每一個frame 30分之1秒的時候 x方向要轉成多少度 y方向轉多少度 z方向轉多少度 就可以算出來 算出來以後呢 你就看這個東西就一直轉 但是我們現在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而且還沒塗顏色 所以這個是我結束的時候 要看到的樣子 但目前來講 這裡它只是一個單一的pickup 只有一個而已 然後它會依照這裡所規定的方式 這個旋轉 好 因此呢 我們把它存到unity裡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是剛才的script的敘述 在這裡呢 如果你按下play的按鈕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方塊在那邊旋轉 因為rotator裡面 它就是叫它一直這樣轉 一直這樣轉就是了 好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 我們有12個 這一個這樣子的pickup 如果每一個都要去 這個這樣弄完一遍 那有點累 所以呢 它有一個比較快的辦法 就是把一個這樣的東西 放進一個叫做 prefab fab就是fabricate fabrication 就是製造的意思 所以 prefab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某一個模板 模型 然後來產生許多其他個相似的東西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東西擺到 prefabs裡面去 然後利用 prefab來產生許多類似的game object 因此叫 prefab 好 因此呢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 prefabs就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 然後 它可以從已經有的game object裡面建構 新的一個複製的類似的東西出來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這個有fab以後 你出來的東西都可以做一點修改 然後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在這裡就是告訴你怎麼去建 prefab跟pickup 這些你可以照著做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以把pickup這個東西分散出去 然後比較重要一點是 你要把它的local運動的mode 轉成是global mode 因為你這樣才能夠整體來看它 好 那那個 剛才的那些文字的過程 那講起來很抽象乏味 我只要告訴你就是說 它出來的結果是像這個樣子 如果你剛才的那兩頁文字的這個敘述 你照著操作一遍以後 那麼你得到的這個結果應該像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prefab 那這prefab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它用來建構其他11個pickup的呢 是用一個叫做pickup的這個物件 然後這個物件呢 利用prefab以後呢 它一共產生了其他的11個pickup 所以你利用這個東西 然後產生pickup1 pickup2 pickup3 一直到pickup11 我們要為這12個pickup呢 塗上顏色 首先我們就是把pickup複製 你都用albedo呢 來選擇黃色 來把它弄上去 然後塗上黃色以後呢 就是一個叫做pickup的material 那在3D圖學裡面 材質常常是顏色的這個代名詞 所以你使用不同的材質 就代表說你的東西就塗上不同的顏色 因此我們現在有幾種不同的顏色呢 就對應到幾個不同的material材料去 好 因此呢 這裡就比較簡單的就是pickup黃色的material 送到每一個pickup裡面去 那就是把這12個pickup裡面都把它放進去這個material 所以你就得到12個黃色的pickup在這裡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講黃顏色的pickup的材料 你可以看albedo這裡 然後選擇出這個黃色 然後變成黃色的材料 然後再把黃色的材料呢 送進去這12個pickup裡面去 那這樣子他的12個這個東西 就都變成是這個黃色的這個東西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好 還有就是說這裡呢 可能我們就是要改變這個scene的角度 然後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你本來這個攝影機是這樣擺 所以你看到的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這個攝影機要把它調成是 成這樣看下去變成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遊戲比較好玩 就有點像是你打那個彈珠台的時候 你所看到的那個角度一樣 再來我們就看到說 怎麼去collect這些pickups 我們剛才一共建立了哪些東西呢 我們建立了ground平面 那我們建立了球clare 然後我們建立了4個牆wall 然後有12個pickup 那這些東西呢 我們都把它設定成是collider 也就是說他們彼此之間是可以產生互狀 那互狀的時候我們要做一些反應 也就是說這個碰撞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這個物件本身 game object本身呢 要有一些這個調整 那這就是我們接下來所要講的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地方就很像是這個視窗寫作對不對 四雙程式 四雙程式裡面呢 是你激發了什麼樣的一個事件以後 然後你的圖面要怎麼樣的改變等等 對不對 程式要怎麼修改 一樣的情況 那在這裡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要去check player pickup 他們之間發生碰撞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碰撞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他得到了一分對不對 然後那個pickup就應該把它消除掉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這樣的事情 那要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就要先修改Player它的腳本 所以我們就去修改PlayerController腳本 那它是一個球 那所以呢 可以建立起一個sphere Collider 就是說球狀的碰撞物件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是它的Document 裡面所提出來的怎麼樣去做這一些 你可以從中間去尋找 有哪一些function是你可以使用的 其實我們找到的是這一個function onTriggerEnter onTriggerEnter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中間的這個球 它跟其他的collider碰撞的時候 跟其他碰撞的時候 它的碰撞可能有好幾種情形對不對 它可能是跟這一個四個牆的碰撞 也可能是跟這十二個pickup的碰撞 那這些碰撞裡面 碰到四個牆的時候 我們是忽略 讓它自己依照這個運動的規律去碰撞去跑就對了 但是如果它碰到的是這個pickup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把這個pickup弄走 然後你還要加一分 把你的得分加一個 你要有一個counter去計算說 你一共蒐集了多少個pickup對不對 那因此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圓球它碰到別的東西的時候 應該要不特別處理 就讓它自己跳就好對不對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function 叫做on trigger enter的地方 它可以進來的參數 是其他的可碰撞的物件 各位看 這裡很明顯也是使用了一個多型的概念 所以球、地面還有四個牆 它們都是collider的子類別 因此當player碰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會來激發這個function 但激發這個function的時候 它給它的參數是什麼 是說你碰撞到的是哪一個collider 那叫做other 所以它這時候只有說這個other 它是一個pickup的時候 我們才需要做特別的處理 其他的這種情況 我們就不做特別的處理 讓它自己依照物理定律去彈跳就好 因此如果說我們的圓球 所碰到的collider是這種pickup的話 事實上在每一個game object裡面 我前面跟各位提到過說 這個game object這個class 它本身的data member裡面 其中有一個東西叫做tag 對不對 T-A-G 標籤 我這裡剛才沒有提到的就是說 在我們建立這個pickup的時候 它的每一個pickup 事實上都給它一個標籤叫做pickup 好 因此一個字串標籤 因此我們就是這個圓球碰撞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就去檢查你所碰到的東西 它的tag是不是叫做pickup 那如果它的這個標籤是pickup的話 那我們就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讓這一個物件變成沒有active 也就是把它拿走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作為就是說 我讓其他的物件把它變成active force 那這個東西就會消失掉 所以你碰撞一個 然後那個pickup就會消失掉 這裡就講說 我們怎麼樣在pickup裡面呢 把它加進去一個tag 那主要的做法就是在inspect這個地方 把pickup標籤把它加進去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利用prefab的功能 然後我們讓每一個pickup呢 全部都把它設定它的tag是pickup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這個 讓我們的這個母球去碰撞這一些pickup以後 然後那些pickup就會消失掉 那為了驗證這一點呢 他就建議你在這個地方就使用這個按那個play 然後看一下這個場景是不是真的是 你可以把它的pickup把它削掉 好 所以呢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再來就是說 除了它是一個pickup以外 那我們還要設定它說 它是一個trigger 就是能夠激發起物件反應的東西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就把這12個pickup 把它在boxcollector這邊 我們讓它is trigger的這個東西打一個勾 就表示說 如果有碰到這個東西的話呢 那麼就會這個trigger 進到剛才那個on trigger的enter那裡面去 好 那因此這個大概的情況 就可以用這樣子做出來 好 然後再來也要說這個pickup本身的這個運動方式 這個運動方式呢 在剛才球的這個部分 比較簡單 那我們就是設定它的這個速度 和那個移動的這個時間這些東西就可以了 好 但是這個rigid body的時候 你看這裡就可以曉得說 它這個模擬做得很精細 因為呢 這個 它的這個旋轉 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可能 這個會不會受到重力的影響 是不是動態 kinematic的這種情形 就只要考慮它的動力學就可以 好 那因此呢 在這個問題裡面 那我們可以把重力的影響忽略 重力的影響忽略 然後呢 只把這個 只考慮它在運動學上的這個處理 那各位曉得這個運動的這個力學分成兩類 一類叫做這個kinematics 那另外一個叫做dynamics 那kinematics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這個我們只管根據它的速度 然後來決定它的這個各個時間的這個運動的位置 那你只管這個運動的這個描述 速度跟位移之間的關聯 然後你不牽扯到這個物體運動的時候 它背後所遇到的這個外加的這個力量 那如果你要考慮進去 用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去列出一個文方程 然後去解這個文方程的話 那你這個過程呢 就要用到前面所講的那個fixed的這個update 對不對 然後那樣子的這個做法 就是所謂的dynamic的這個問題 就是動力學的這個問題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也一樣 只要考慮它的這個自身的旋轉就好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考慮說 它是受到哪些外力的影響 然後這些外力會造成它的運動 有什麼樣的這個改變 那在目前我們這些東西都不考慮它 讓它只是圓地做這個旋轉 所以用這一個transform裡面的rotator 讓它去轉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既不採用這個重力影響 也不採用 然後只純粹考慮它的運動學的這個處理 因此到這裡呢 我們的這個母球player方塊的這個自轉這些東西 都已經這個完成了 那因此呢 這個接下去我們就只剩倒數第二步 怎麼樣在螢幕上面呈現分數文字 就好像我們的那個先前的這個21點遊戲 它還是會呈現出這個莊家有多少點數 然後玩家多少點數 然後玩家有沒有贏 然後莊家有沒有贏之類的東西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需要知道說 怎麼樣去這個顯示這個分數跟這個恭賀 玩家獲勝的這些文字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在我們這個tutorial影片裡面的第七個部分 好 那因此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做個整體的這個考量的時候呢 這個圓球的這個母球的這個player它的腳本 player controller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來這個重新修改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文字的這個影響把它放進去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呢 它的這個using的這個敘述呢 那麼除了這個原來的Unity Engine跟Collection以外 現在又加了一個東西呢 叫做UnityEngine.UI User Interface 我們可以跟使用者互動的介面 Class的定義跟先前一樣 它也是繼承monal behavior 好 那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特別注意 之前我們在這個play controller裡面呢 我們只有兩個data member 就是這個它的speed 它的速度 還有它的rigid body 這兩項這個data member而已 好 那但是呢 這個現在呢 Player這個母球呢 這個當它去撞這一些pick up的時候 每撞一個的話 它這裡的得分就要加1對不對 所以要有一個叫做count的變數 好 那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個private的變數叫做count 所以讓球它自己去記住說 它一共碰到了多少個pick up 黃色的方塊 好 那這個東西 有了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想辦法把數字呢 變成是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呢 可以在畫面上來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就另外有一個叫做count text 那你注意它不是用stream 而是使用text 因為我們要利用unity顯示的能力去把字串秀出來 所以我們用它的定義叫做text 而不是使用stream 好 那另外win text的話呢 就是要來呈現說使用者是不是獲勝 這樣子一個東西 好 那另外呢 controller的話 腳本 那它當然有其他幾個function 所以例如說start 那個是我們剛才看過的 那再來這個on trigger enter 這個是我們先前已經講過的 就是說它去驗證 如果它跟旋轉的方塊撞到的話 就呼叫on trigger enter 然後把它所碰到的東西給消除掉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在這裡又多加了一個叫做set count text 換句話說當count改變的時候 當你新抓到一個旋轉方塊的時候 我們就把count加1 對不對 我們這時候可能要在螢幕上顯示說 這個你一共撞到幾個方塊 所以你要呈現context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function 叫做setContext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那start的地方要做一點改變 那主要的改變就是 讓你所得到的count一開始是0 並且把設定count呈現的數字 是一個default 預刻的建構式 那並且是不是獲勝自竄內容 設成是空自竄 再來就是它有沒有碰到別的東西 對不對 好 剛才我們講的 如果它碰到這個pickup的話 只是把那個pickup把它弄消失掉而已 可是在這裡呢 就必須把得分 你撞到了次數加1 然後再把count text 設定到count text裡面呈現出來 那setcount text 它所做的事情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用count兩點加上count變成字竄 這樣的東西過去 好 那如果count的數字達到12的時候 那它所秀的win text的數字呢 就顯出you win 這樣的一個數字圖來 好 所以這個是基本的大概的這個結果 好 但是這個text的這個東西 count text的這個東西呢 它也變成是一個game object 因此這個game object呢 我們就設定它是一個新的物件 game object 那這個是一個屬於UI物件 那因此我們在hierarchy這裡 create 對不對 然後選擇一個UI 呈現text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是count text 那它是放在canvas底下 好 那我們前面學GUI的時候 已經學到了 就是說這個 當你要畫圖的時候 你一定要使用這個graphics 對不對 那graphics的時候呢 你所畫的東西 要擺在一個叫做canvas的這個區域上面 就是繁布畫布的意思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就等於是說 要顯示的count 它是要出現在UI canvas之上 所以我們等於是這個遊戲的畫面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canvas 畫面這個地方呢 我要去呈現出字串出來 所以就把count的數字把它弄出來 count text的這個數字呢 它本身也有一些game object的所需要有的特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有transformation 也可以旋轉 也可以scale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裡的字你可以把它像是前面的game object一樣 你可以把它拉伸 或者是這個改變它的這個字體呈現的角度等等 好 然後這裡還有說你要選擇哪一種字體 然後這個 然後字型字體 然後你的這個字要設定是多少 我這裡顯現的是14點 我們實際玩的時候就知道這14點太小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可以把它改大一點 這樣的話這個比較容易看 然後它是一個rich text 這是我們前面講過rich text的概念 就是說它可以把那個倒斜線的t、n等等 放到裡頭去 所以這個是text 然後你也看到它的這個位置的擺放 是放在150-50跟0的地方 這個就是得分的顯示 另外就是有沒有獲勝的設定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設入game object的特性出來 所以最後我們再把play controller 參數做最後的設定 可以把速度設成是10 count text從這邊把它拉到這邊來 也就是說play controller 的 data member 我剛剛看到有speed、有count text、有win text 對不對 那speed我們現在把它設定是10 count text跟win text 就必須這裡面所決定的 只是這些text裡面的內容 但是這些內容要如何在AI、UI上面來呈現 於是我就把它Canvas上面的 count text跟win text做連結 把它拉到這邊來 因此這個時候play controller 當它改變它的count的時候 它就會利用這一邊的設定 然後把那些文字顯現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設定play controller 的這些參數 最後這些東西都齊全以後 我們就要開始把整個遊戲build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Visual Studio裡面的建制 建制就是build 因此我們要把這些所有弄好的東西 這個場景 我們把它建立起來 建制以後 我們就可以按一下這個按鈕以後 它的這個執行檔以後 那麼就可以開始玩這個遊戲了 所以最後呢 我們把整個遊戲做最後的調整 因為剛才我們的底下這個畫面 主攝影機所拍到的畫面 方向不太對 所以我們把它調過來 那就是把camera這裡呢 位置還有它的旋轉角度這些把它定好 它底下的畫面 像底下所秀的這個樣子 下一步呢 就是到unity選單那邊 選擇file 還有選舉build setting 接下來這裡 各位看這個地方 這裡呢 你就要去選擇一個platform 那這裡的platform 你可以看到 最上面是什麼 是PC Mac 或者是Linux Standalone Standalone的話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你不需要 那個跟網路連結什麼之類的 就可以玩這個遊戲 那這種叫做Standalone的這個遊戲 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它還有其他的選擇 例如說iOS 所以表示你可以在iOS上面做這個遊戲 還有Android Xbox One PS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難怪這個引擎的名字叫做Unity 因為呢 好多個不同的作業系統 它開發的遊戲都可以在這些平台上面來執行 好 那現在我的電腦是PC的Standalone 所以我選擇這一項 那選擇這個以後呢 你就去build它 build它 build以後呢 那麼你就會產生一個 這個新的資料夾在這裡 也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Unity Application的那個檔案夾裡頭 現在會多出這個一個檔案夾 叫做build build的 build的應用程式呢 就是我們要run這個遊戲的時候 點這個兩下就可以玩 所以這個等於是遊戲的執行檔 但是這個執行檔好像記憶量好像不太大 所以它有很多東西應該都是存在這個整個資料夾裡頭 好 那因此呢 這個當我們點選剛才那個build的那個檔案 那個application 那個點兩下以後 那它現在就會出現類似這樣的畫面 首先graphic這邊呢 是顯示要秀多大的視窗 然後是不是要把它用window把它框起來 graphic的quality等等 這個部分是表示你對於遊戲畫面它的設定 另外一個input標籤 你點過去以後就可以看到這裡 所以你就可以恍然大悟 這裡的input horizontal跟vertical這一些呢 horizontal就是往右或者往左 它所對應的鍵是什麼 是d跟a a鍵代表往左 然後d鍵代表往右等等 所以玩的時候 不曉得該用什麼控制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input去看看這裡面怎麼弄 好 這個點完play開始以後呢 那麼就出現這個畫面 然後你就看到這12克黃色的方塊就開始在那邊自轉 然後你的play的球在中間呢 你就可以開始運用這個asdw這四個鍵 然後來控制這個球的這個行動 我有一點納悶 就是去年還有前年我都有講這個例子 但是那個時候這個球好像只會滾動而已 那今天這一次弄得不知道怎麼回事 竟然還會跳起來 甚至跑到這個盒子的外面去 這是我前幾年沒碰到的情形 所以今年忽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我還沒有仔細地去推敲 這是什麼一回事 好 Anyway 最後 我們整體的Unity的概念 我們做一個回顧 首先 Unity這樣的一個遊戲引擎 它其實是一個廣義的3D場景的模擬 設計的設備 因此除了做遊戲以外 其實蠻多有關於3D的運用 也可以使用Unity來協助 它產生了3D場景的原理 是依賴這個計算機圖學 可能說Graphics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叫做Ray Tracing的這個概念 來呈現這一些GAMP裡面的這些物件的影像 那Ray Tracing的這個概念 前面提到過了 就是你假設攝影機跟所要考慮的場景之間 有一個Image的範圍 然後你去計算Image上面 每一個Pixel 每一個像素 它所對應到的場景中的顏色 那你就可以產生一副 栩栩如生的畫面出來 那這些顏色的決定 是一方面要看這個你的物件 那另外一方面也要看你的這個光源 以及他們彼此之間遮蔽的陰影的效果 好 那這個Unity Window裡面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的主要就是 重要就是這個SIM的場景的這個區域 那還會有一些其他的協助的這個東西 包括每一個物件 它在整體的SIM裡面的位置 那就是有一個Hierarchy的這個架構 同時它有一些檔案夾 然後可以存放腳本 或者是材料等等的東西 在這個Window裡面 你可以看到有主要的六個區域 那這六個區域裡面 SIM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過了 然後Hierarchy也提到過了 Inspector 是每一個物件主要的內容 那還有可以操縱的按鈕 以及訊息呈現的Console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我們剛才使用的時候 都把它換成是2x3的這個Layout 那最後我們就是用Roll a Ball 就是用一個球去撞這些旋轉方塊這樣的遊戲 我來說明整個過程 那在這裡面最重要的觀念就是 所有你在SIM裡面加進去的東西 都是Game Object 那Game Object Inspector裡面 你可以找到這一些東西的描述 Transformation 包括它的位移旋轉放大縮小的比例 在三個軸上面的情況 它們包含哪些components 那它們的材料 它們的顏色 還有它們的tags等等 都是我們在運用Unity的時候 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另外在這個場景裡面 我們也要設定攝影機光源的角度 還有這裡面這些物件 它們的物理關係 那包括說鋼體的碰撞 還有利用腳本處理每一個物件 受到刺激或者是更新的時候移動的方式 那另外物件開始的時候 所需要做的Initialization 是放在Start裡面 那另外有兩種主要的update方式 就是每一個Frame update一次的update 以及依照物理模擬所需要的機械程度 所做的Fix update 再來就是當我們這一些物件碰撞以後 其中旋轉的方塊 它設定成是一個trigger 所以當圓球碰到這個trigger東西的時候 它會進入一個onTriggerEnter的這個方式 那在這個方式裡面 我們就可以處理這些 例如說把這個碰到的這個trigger把它消掉 並且增加它的count的這個值 然後再把它呈現出來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關於這個Unity Engine的這個介紹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那下一週我們就回到這個前面 關於這個繼承跟多型的部分 繼續把這個繼承跟多型的一些 也是滿重要的觀念 再做進一步的這個說明 好 那從今天的這個介紹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個繼承跟這個多型的這個概念 那麼在我們這一個Unity的遊戲引擎裡面 也用到了滿多的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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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